你看,口液的报应,年王老爷说的口液的报应 也是很大的 那么如果你说谎话,说假话,污蔑人家 污蔑人家,说假话,说谎话 无中生事,无中生有 这样子,你要把这进去把舌头拔掉 叫把舌头的地域,就是把你的舌头要拔掉 拔掉,那么投胎以后你就是天生的哑巴 哦,投胎之后就是天生的哑巴了 哎呀,你看,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那么现实报呢,我讲两个,现实报的设计的情况 是我们常理的情况 那时候我很年轻了,三十几岁,我是计刺员 又是大株担 那么那时候现在两个挑战部又要管行政,又要管基础 那么我到大株里面也有女的,女工 他就是到处骂,每个人都要给他骂 去骂,每个人都去骂人家 他骂每个人 他要骂每个人,每个人都被他骂 那么,而且就是,他不理解 如果这个大株是不团级,打击巴刀 人家给他吹吹吹吹鱼,到哪里哪里就吹不喝了 人家给他一个,呃,绰号叫吹吹鱼,到哪里就变成黑了 那么他的报应怎么样呢,他也骂我,也骂我的 他骂我,我不想,我对他笑笑 他骂他,因为中间有他,他喘气 他说你怎么死人啊,不回话的 我对他笑笑,我不理他 那么后来报应呢,事先事报 那么我下班,最晚下班 我要检查那个,那个车前女生病了什么东西 要检查一遍没有,没有事情我才走 那检查到后来发现他还没有走 我说你怎么没死人,他说他说症痛 那我陪他到医院去查医生 查医生的小事情,咱说妇科病,小毛病 四个月就好了,过去时候我陪他到家里去 把门打开一看,问试问试,涉及成千 什么事情啊,原来地上画了,地上用风机画了圆圈 圆圈,中间站了两岁的小孩子 这两岁的小孩子大便小便坐在圆圈圈里面 而且,很高的是他手里拿了个大便,到香蕉尺 嗯,这谁啦,这小孩子 这是他的儿子啊 哦,他的儿子神经病了就是 哎,不是耍是只有耳朵,就是耳朵公子 拿了大便,到香蕉尺的时候就完了 哎呀 那么,那么,我说他爸爸呢 他爸爸,我问你,他说他马家去了 哎呀 他爸爸出去就,就让我让圈圈圈圈 我让他在圈圈圈里面,他不会出圈圈圈 就在圈圈圈里面 老先生这样好吧 老先生这样好吧 你呢 你如果现在觉得 阎王老爷 还跟你讲个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 话呢 你就现在讲 那么另外呢 我想啊 叫他们 我会安排一个 公修主的人啊 跟你保持联系 希望你把这些东西 全部记录下来 你讲出来之后啊 我们要把它啊 慢慢去变成那个 一个小册子 要去给人家看的 老先生 你听得懂吗 哎呀我说 我渡人怎么渡啊 我渡人不是拉人渡人 我不拉人渡人 我在小区里面年轻 年轻人家 有个中间女生 不不不老伯伯 你听我讲 这些慢慢再讲吧 你现在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你这样 如果你现在觉得 阎王老爷还要告诉你 什么让人间知道的 你现在可以讲 明白吗 如果不是太重要的话呢 我会安排公修主的人呢 到时候呢 你慢慢口述下来 录音下来之后呢 他们会帮你整理成书的 你明白吗 嗯 好吧 可以跟你说 拜拜 拜拜 aux